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DER 看來黑局跟原廠過年員工正被放年假了 開始把壓在手上的工費系統陸續解放 而自從上次聖誕節以後 也總算有新活動了 本次是以台版打造的原創活動 算是有新 值得嘉獎 但會不會只有這一次就不好說了 區域爭奪戰改成正式版了 並加開一張新地圖北部麻木地 如果喜好打PK的話 就專心以這張為主 綜合上次提的要點 守地圖王點 殺戮王 集體行動 有危險就飛走 減少失分 工會基地勳章 新增商品 然而並沒有 假的 我的眼睛業障重了 工會雕像倉庫 這邊我以積捨為例 總計需要這些材料跟工會貨幣 如果有心要經營的工會 可以開始籌備了 務必記得 倉庫有每天捐贈上限 但也不用為了這個特別升級倉庫不划算 商城新增更多資源箱子可購買 雖然總是別人的開箱不會讓人失望 但至少多一點金裝流通 可以讓一般玩家的裝備能有所提升 而這遊戲的封底裝備 還是以製作的提示為主 財神每日任務 牛魔王收集活動 組成每日都可以向財神接取 並完成四次任務 獲得金幣跟活動紅包 紅包可用於兌換 家具 雕像 道具 而這次因為是限定任務莫取 無法像之前學球任務一樣 將多餘的拿去兌換道具後 賣成千 一懶的收集家具 商城也有懶人包 歡迎購買 如果你每天都按時結任務 活動時間內一定可以換完 還可以多換一張春聯 或者兩瓶增加季 活動期間任務結完的錢也不少 務必每日都完成 活動期間出現的年獸 只在特定區域才會出現 擊殺年獸會獲得 魔鬥年糕 紅包櫃 八糕 牛角頭盔徽章 而特定區域這個設計 有一點問題是 如果你剛好等級約在130-150 就會很尬 拉比斯山 第一區等級90-97 獵人之秋 地區等級155-162 去拉山 沒經驗 獵秋 裝備不好 會被怪物跟等差弄死 如果黑局來得脊椎架是最好 不行的話 下次請務必調整 適合各區間的玩家 或者不要用這種打怪節任務的方式 這邊我也分享韓版的活動之一 每日可完成一次活動副門 可獲得一個訊印帶 跟五個年糕湯 活動都是透過對話 或者商控食物去完成 槍隊會比較容易 可以參考 哈太時間調整 這邊特別要注意的是 從2月9日開始 會有金幣100%的加成 各位可以先準備好金幣加成裝備 或者商城藥水等 好好開地圖賺一波 如果你是富可底估的課長 就直接無事吧 其他還有 牛年紀念雕像 年獸寶寶 新手入坑獎勵 伺服器創腳限制等 年獸寶寶等於 台灣黑熊 加各種小機系列 外型發起 還能幫你賣東西 又能提升經驗 還不留一隻 而紀念雕像 客人是希望可以實用一點 韓版當中活動的雕像 就很實用 到現在還有人用 比起台版上次的活動雕像 真的差蠻多的 而究竟橘子是黑 失敗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邊順便回答一下 會和目前 空箭手在韓版比較強勢 主要是因為 1月初更新後 空手在技能被動的提升 像是強化劍 自盲 箭魚 盾擊 火之劍 而原本在競技場上就具優勢 輸出又提升的情況 使得像騎士團混戰的勝率 又更加大幅提升 這邊為韓版上次更新以來 每週的騎士團優勝排行 空手猜測三週以來 都佔據一半以上 而聖騎士 雕刻師 因職業特性 不適合多人戰鬥 當然以上是我的看法 排版或許有不同的面向 但以上排名都會取決於 玩家的參與度 不見得精準 韓版下週的更新 聖騎士 雕刻師 也會有技能上的調整 到時候再看是否會實力翻身 我認真覺得這遊戲跟雕刻師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